新店紫南客运总站在日前发生了一起 司机忘了拉手插车 公车因此往后滑行而碾毙一名富人的不幸事故 附近住户气愤的指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意外 但是紫南客运却迟迟没有进行改善 经过明代还有新北市交通局到现场会刊后 要求紫南客运要限期改善 2月14日新店区安和路上的紫南客运总站 发生一起公车司机急着上厕所忘了拉手刹车 导致公车往后滑而撞死一名老妇人的不幸意外事故 附近住户得知这个消息都相当气愤 因为类似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 王小姐指控去年4月 紫南客运也曾经撞坏他停在对面停车场的轿车 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高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公车的溜滑堤 因为这边的居民已经说过了 他们这边司机没有拉手刹车 然后倒退路的状况已经好几次了 然后才有我们那个六台车子被撞的事情 但紫南客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遏制意外再度发生 因此住户向新北市议员金钟宇陈勤 金钟宇协同新北市交通局 来到紫南客运总站现场勘察 并要求交通局一定要尽到监督责任 多促紫南客运彻底解决问题 有疑虑的部分他都不会再停放 晚上的部分他会转90度的部分来做一个停放 避免有在划出的可能性 第二个就是公司内部的教育训练的部分 他会以这个案例全部的所有场站 都要做一个检讨跟改善 那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 也都会把这个案例通航给业者 其他业者通通都要以此为鉴 不能有再发生这样类似的状况 为了排水缘故 紫南客运站内地市目前是高于路面 也因此发生公车顺着地市滑出道路的情况 所以紫南客运表示将会修正坡的问题 另外紫南客运也陨落 在一个星期内 会先行施作相关警示标志及标线 第一个我们要在路口画黄网线 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可以在上面黄网线 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加一个稍微垫高 就是说不要让车子随便就要出去 第三个我们会设一个警示灯 当车子要有任何移动的出去的话 我们警示灯会先亮 一时的疏忽却夺走了一条宝贵生命 希望相关单位都要严加重视 不要再酿悲剧 记者陈平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